今天好笑我出來不是講新器材 是拿這部整十年歷史的Alpha 550出來拍照 我講一下我自己的心路歷程 其實我自己中學時已經開始玩攝影 那時也是菲林年代 用學校那部Nikon F90X來拍照 也是拍一些學校的錄運會 畢業禮等等 然後讀完中學 其實就丟下了攝影這件事 因為其實那時也沒有普及得很重要 而且開始少了人玩菲林 一直丟下了幾年 然後去到我出來工作 才賺到少少錢 然後剛巧這個數碼單販 就開始叫做補給 比較便宜一點 那這些入門機那時就說 七千多元的Kitset 然後發覺也有很多人玩 然後再玩 然後我也很記得那時 因為我最初接觸時是菲林年代 所以那些鏡頭是28-105 當我再拿回這部機的時候 我就發覺 為什麼現在的鏡頭好像這麼幼 可以去到18mm幼 Kits鏡 那時候才知道 有些機是叫APSC的感應器 因為真的太久沒有拍照的東西 然後用了這部機一排 很快就已經換了機了 就換了這個Alpha 850 那就是Full Frame 之後就剛巧又遇到一些師兄 都要接一些拍照的工作 那我就叫做幫他忙 然後他就說 喂 不行啊 你這些機出來找成不行 那就給他用Nikon 然後就換了這個Nikon D78 事實上呢 在那時候那個年代 Sony那些機的Lois真的很厲害 那就是大家一拿一部機對比之下 就發覺哇 真的搞不定 那所以我都死死地氣 換了Nikon 用D78 D3 一直直到去到2012年 我真的開始接受不到Nikon 那種影人那種的顏色 那就很偽然地 把所有機都賣光 然後換了Canon 1DX 那就一直用 用到現在 那就是接觸了很多不同的機種 那我自己的工作呢 都由一些NGO做一些文職 那一路轉了做這個大台 那做了一輪 然後就發覺那個公司的制度搞不定 然後就自己跳出來開自己的公司 那一路有很多的改變 那就是看著現在的數碼的機 有不同的變化 那這些機雖然是已經十年前了 那但是 那今天再拿這部機出來用 那它的對焦是非常之簡單 就是只有九點 那這支鏡頭呢 就是細菜 很多人都知道 在Sony的單反年代 那這支都很出名 就是叫性價比高 那但是現在就 我想都沒有什麼人再用 那就是Alpha-Mine 應該叫A-Mine A-Mine的機器 基本上已經沒有質疑中了 然後另外還有一支Y鏡 就是這個TOKINA的11-16 都是Sony A-Mine 那還有有支 很多人都覺得性價比超高的 像是Minota 70-281F4 Bear Can 在現在的標準來說 其實就是 我覺得用這些機器 用太技術的標準去量 用現代化的標準去量 那真的沒有意思 純粹就是拿回一個情懷 不過就是一張卡 我猜不到現在的SDXC 它是支援不了 我要買一張SDHC 才可以再拍 那就是想回以前 其實用一些這麼普通的機器 基本上真的沒有那麼多事情想 也都沒有考慮 那個年代沒有什麼錢 都不會特地去想 用什麼很貴的鏡頭 都照拍到很多相片 到今天我再拿這部機器出來拍 整件事我都覺得是很單純 就是沒有那麼多事情想 然後就是 但是總之對到招拍 那就OK了 所以有時候 拿回這些舊機出來玩 就是叫做 拿回以前那種感覺 就是玩影相 就是很普通 都沒有想到什麼質素 總之 自己想拍什麼 就拍什麼 都很好 好 這支真的非常懷舊 好 說回這些技巧 那些東西 最初 其實拍飛錦年代 那個時候 都沒有研究 攝影那樣東西 那麼複雜 因為以前 總之 有畫面就算了 都沒有研究 什麼景不景深 那些東西 根本都沒有得去怎樣研究 還有身邊的人都很少會玩 就是在那個年代 很多時候都是拍到就算了 就是叫做 有時候 夠光已經偷笑 你那些飛錦都 你那些飛錦都 都只有800度 1600度都很少用 那是去到數碼年代 才叫做 就是多些機會去研究 攝影的東西 因為你拍完 就很快 就可以看得到 有什麼好還是不好 怎樣檢討 那 尤其是 一路再上 再研究一下 燈光上的東西 玩一下閃燈 玩飛燈 那 那些都是很重要的 就是知道那些光應該怎樣控制 還有尤其是 尤其是 控光這件事 就是要千隨百年 不停地試 不停地試 自己去想方法 然後再 還有現在就可以上網看 有很多人會教 所以這個年代 是會令到 拍照的人 是進步得快了 但是就 變成了 一些東西沒有那麼簡單 其實我也覺得 有一陣子 真的沒有需要 太過去想太多 應該要用什麼器材 哪支鏡頭漂亮 那些 很多時候都是 你手頭上有什麼 你便試試盡量用好它 然後再想其他東西 我就覺得 畫不畫質 那些東西 你可以去追求 但是就 不用令到它 搞到你連拍照的時間都沒有了 今天就本身出來三家村 這裡是拍攝日落的 但是今天的天色 真是一般 本身上午都是很好天的 現在 唉 全部都是暈 但是沒有辦法 攝影的東西 有時候 運氣 比起你的技術 更加重要 所以沒有啦 今天就是平常心 然後 打到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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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回府